嗨,我是桃子,欢迎回到桃桃山 这一期本来是打算装修装修我们的小山洞的 但是一上游戏它就下雨了 可能是因为附近有一个雨林的关系啊 这游戏是天天下雨,天天下雨是真的烦啊 这好几天了,农田里的农作物也都成熟了 来收一下,棉花,甘蔗,南瓜,西瓜 而且吧,这个游戏它一下雨啊,还有点卡卡的 声音还特别的大,真的是一个字,烦 所以我今天打算先做一个小车车出来 别的不刷,就刷一点晴雨烟花用 不然我仓库的那些烟花,照这个提法可会过不了多久 看看这个田里的西瓜,真的是苛苛宝满啊 收获这一波能有七八十个左右吧 能够我们吃好多天啊 跟阿里一起收完的作物就往萌眼镶出发吧 阿里好像是没有太和金稿子 正好我身上还剩了点太和金,扔给它 没有太和金稿子可是挖不了钻石的 萌眼星之前来过一次 是挖了几颗钻石做了能量剑 一季倒是一个都没有挖 今天主要就是来挖一季的 顺便挖一点钻石 图纸的话只需要两个 星铜钻头还有序列技术 家附近的这个挖掉是喷射勾爪 不急再找找一届 路上看见星战把这些冰灯拉走 我们如果装修山洞的话 估计要不少的灯呢 这些冰灯真的是便宜又实惠 星铜钻头图卷到手 把我的工作台摆出来 看一下还差什么材料 石块还有木头 这个好办 砍一点木头和成木板 直接就能把星铜钻头做出来了 接下来就去寻找序列技术图纸 这次的是个双黄弹 喷射钩爪和序列技术 这个喷射钩爪我都挖了三个图纸了 序列技术图纸也到手了 接下来就上空岛挖一个紫营石 看一下 只需要一个紫营石就行了 咱也不多挖 这里有一棵紫营石 附近有好多的门眼羞羞 看来是难逃一时了 挖完之后直接回家 看这个天气啊 回到家里还是在下雨 马上了马上了 马上就能解脱了 再也不用忍受这种下雨的天气了 做出车间驾驶座漏斗 找一个宽敞点的地方 合成小车车 用扳手翘一下 搞定搞定 琼琼烟花马上就到手了 藏仓库里提一个 虽然我有90多个 但是每天提一个的话 还是很心疼的嘛 用不了多久就花光了 现在不一样了 有了小车车 我就可以多刷一点了 以后再碰上下雨天气 直接就可以放一个烟花 一个字 舒服 好了 那装修山洞洞的工作 咱就留到下期吧